直流测短路 直播粉丝一群里有一个朋友问 这个直流测短路会不会导致这个逆变器烧毁啊 让大家一片讨论 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 但是等等 直流测短路是有风险的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直流测短路的问题和成因 以及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电站直流短路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逆变器这里直流短路了 一个是电站这里逆变短路了 一串电池板过来的同正黑腹 他们这直流短路了 逆变器直流短路 他就逆变器就保护了 就不发电了 电站这里直流短路 电流一开始不大 但是呢 这里的线线缆会逐渐的升温 逐渐升温 直到把这个短路这里烧断 起火 这就 所以呢 直流短路会伴随着这个起火这件事情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小心的是 组建的直流短路就是拉湖 就是火灾 大家一定要小心 咱们光复施工 最关键的不是发电量 最关键的是安全 今天给大家讲的直流短路 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原理 实际情况 现场情况会很复杂的 到底是你弄断了哪几根线 你是不是弄断了单独的这一串 还是另外一个逆变器的串 然后这个逆变器的直流 会不会和别的串联接到逆变器上 反而烧了逆变器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现场一定要现场问题 现场分析 龙哥跟大家讲的 这些只是帮助你判断 帮助你了解很基础的现象 对于我们现场人员来说 学会看判断 根据实际情况的分析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